作为一枚洁癖患者 我已经拥有了一台扫地机器人 一台托地机器人 一个代森吸尘器 以及扫把 托把 若干 这么多的地面清洁工具 我却总觉得好像还缺一个 家里地上的头发太多了 主要就是我的长发 每次洗过头满地都是 还有孩子每天吃饭 满地都汤汤水水和米饭 吸尘器没办法处理地面的湿拉机 而扫地机有种日常头发 千挑万选 选了一台价位适中的必生洗滴机 又找周围的朋友 借到两台其他品牌的机器 拿回来PK一下 看看我有没有买错 今天要PK的三位选手是 他们三个在价位上倒是不相上下 今天我将从清洁力 水渍 头发防缠绕 变写性 水箱清洁这几个方面进行测试 记得给个小心心哦 Round 1 头发清洁 家里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掉发 扫地机器人边刷上全是头发 清洁起来真的新累 今天测测洗地机对付头发 会不会好一点 这次我请来了救兵 你都有假发 这轮测试就靠它了 先来看看20厘米头发长度 能不能搞定 首先是Bishon Light 吸头发so easy 地面很干净 完全没有头发 看一下滚刷 也没有缠住 非常棒 接下来看看天可服案 吸头发也是很轻松 不过仔细看地面 好像残留了一两根头发 看一下滚刷 啊哦 缠了好多哦 再看看美的X9 咦 头发呢 呃 被天可吹到边上去了 嗯 重新摆好吧 吸头发倒是很轻松 但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清 地面上留了一些头发 还挺明显的 看看滚刷 一样也是缠住了 赛道加长 这次我铺了大约50厘米长吧 再来看看它们的表现 Bishon Light 依旧是很轻松 地面也没有残留 看看滚刷 perfect 天可服案 我发现它运行的时候 往侧边的厨房挺大的 看看滚刷 依旧是缠住的 美的X9 表现非常稳定 不出所料 滚刷还是被缠得四四的 赛道继续加长 这大概有1米左右的长度 Bishon Light 太稳了 直接完全吸走 滚刷也完全没有卡头发 这次不想让天可把我的赛道吹走 我选择先测试美的X9 吸入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滚刷的表现 一如既往 天可服案 地面残留了水渍和头发 滚刷就残不容易懂吗 这是我为Bishon Light 量身打造的一条暗黑跑道 2米 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在哪里 加油 Bishon 这次依旧是快速吸入 抬起来看看 滚刷居然一点都没有被缠住 厉害厉害 Round 2 清洁力 其次要看看清洁能力了 今天我给它们精心准备了一条 干湿垃圾混合赛道 这里有猫砂 饼干渣 主机蛋黄 米饭粒 打饭的奶茶 接下来就看看三位选手的表现了 Good luck 先从必胜开始 这些垃圾基本上来回过一次就没了 接下来是天可 依旧是过一次就基本干净了 但是注意 往回拉的时候会有一些垃圾和奶茶被带出来 最后是美滴X9 它拖过的地面也很干净 Round 3 水渍 我家客厅这个砖如果有一点水会很容易滑 家里又有老人和小孩 如果拖完地面水太多会有摔倒的风险 所以水渍残留这一点我非常看重 这次我将三台机器同时启动拖一边地面 看看谁的水分流得更少 地面干得最快 可以看到必胜light拖完地之后 地面只有薄薄的一层水印 很快就干了 拎起来看地面几乎也没有什么水渍 美滴X9的水渍表现也还不错 但是拎起来底部还是有轻微的入水残留 依然需要二次反攻 天可浮暗 一边拖的时候就感觉水分特别多 拖完地 整个地面都是湿大大的 嗯这不行 我还得用其他选手再拖一边 Round 4 便携性 我们家里的洗地机主要是我在日常使用 要是自身太重或者体积太大的话 就不太友好了 必胜light体积还蛮小小的 重量仅3.8公斤 天可浮暗有4.5公斤 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 美滴X9我真的浮 单手令人有点吃力 一过秤 没加水就已经有石油精重了 买这台机器的朋友 必必惊人啊 幸好拖地时都有牵引助力 用着也还算是轻松 但是美滴这台的自重太大了 助力也只能缓解一点点 多拖一会儿还是会觉得手酸 天可和必胜在助力下的拖地使用感 倒是差得太多 但5 污水箱清洁 破完地所有人都逃不开的一个环节 就是清理污水箱 请注意 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引起不适 我先打开了美滴X9的污水箱 对不起 这个我真的受不了了 头发竟然都在污水箱里 这是可以直接倒进下水道的东西吗 难道还要让我在污水里捞头发 再看看必胜light 嗯这个也太友好了 因为头发基本上都在外侧的毛发设计盒内 所以污水箱里只有污水 直接倒进马桶 再冲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是天可服案 也还行 里面可以看到有少量的头发 至少是不会堵马桶的程度 习过美滴X9污水箱的我 已经看破红尘 天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经过几轮测试对比 三款洗地机在清洁力上都是及格的 不过在一些细节上还是拉开了差距 比如Bishonlight 在吸头发这个环节 表现就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艳 特别是污水箱不会有头发这一点 非常nice 在水字的控制上也表现得很出色 以及它的轻巧便携 感觉非常适合女生使用 目前感受到的缺点就是续航时间 差不多在25分钟 适合中小户型 或者像我这样 平时家里就经常有打扫习惯的人使用 天可服案的整体表现有点差强人意 特别不能忍的 就是它的水字 残留实在是太多了 要说优点 大概就是续航会比Bishonlight 长一个10分钟 水箱容量看起来要大一些 但是请注意 我实际测试下来 同样的使用时长下 天可服案的水箱是最早停止加水的 我猜测 大概就是因为它要用很多的水去洗地 所以清水箱的消耗非常快 天可要好一些 在水字控制上表现不错 清洁力也很OK 不过缺点还是比较明显 对付头发会弱一些 而且体积比较笨重 用起来比较吃力 自清洁的时候噪音特别出众 还有那个没有分离毛发的污水箱 我不愿再提起 续航在35分钟 这和需要清洁面积更大一些 体力好的朋友 按照惯例 我把这三款机器的参数和我的评分放在这里 方便大家选择的时候进行参考 那么今天的测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哦 主页还有更多使用的数码小技巧 以及喵夏用心在做的毫无测评 不想错误更新 记得点点关注 我是喵夏 下期再见 拜拜